小朋友参加消防夏令营 分组进行趣味活动 考验着团队的精神 掌上明珠的游戏 每个人拿着乒乓球往前走 要专心 步伐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 否则就前功尽弃了 小朋友说很喜欢参加这项活动 因为可以认识很多朋友 每一次来都可以认识新的朋友 而新北消防夏令营 已经举办第八届了 教小朋友一些防灾救灾的知识 像是地震来临时 带着防震头套 如何在第一时间保护自己 以及夏天来临到水边玩 如何防腻才能玩得安全又快乐 每一个梯次是200个名额 小朋友是参与踊跃 就是让我们的小朋友 能够在寓教娱乐的一个活动当中 学会我们消防的一些防火 或是防灾的一些知识 以及避难逃生的一些消防尝试 从上午到下午一整天的活动 小朋友玩得好开心 从中学习到知识 又玩游戏 可说是寓教娱乐的暑假活动 中家新闻家云薰 卢秀娟 新北市中和区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